小男生就比較調皮 搗蛋 他喜歡動態的東西 轉來轉去的東西 轉來轉去 小女生就比較不是那麼喜歡 這個部分 我們從這一些玩玩具的表現當中 是不是也可以觀察到寶寶的 他的發展的狀況 我自己的印象是有一個 我一個好朋友 他自己是 夫妻都是牙科醫生 然後他的小朋友 他就是 我都會在我的看診的桌子上面 可能放個玩具什麼東西 貼紙給他們 然後我們就去看 他在玩玩具的時候他就 我們就發現他玩玩具 我們大部分去抓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用手去這樣勾過來 這樣勾過來 他以前都在別的醫生那邊看 後來我就發現 他怎麼會是這樣子去勾過來 這樣子去勾過來 我們就會發現 他其實他這個抓的能力 我就把他手指頭打開來 就發現他其實 他這個地方的手指頭 其實中間是黏住的 是鋪狀的 是鋪狀的 所以他就 對 是 所以髒不開 對 是 所以他髒不開 所以他這個地方不好 那我沒有遇過就是 他其實他這個手指頭 這樣就是他其實有扳機紙的 他就是手指頭 他就只能這樣子 他這個地方 他可能就是因為某些原因 而造成他就僵 僵直 他就沒有辦法做這些比較特別的動作 他可能就只能勾 或者是這樣子去弄它 所以你就覺得 他 就可以觀察對不對 對 你就可以觀察得到 他就跟一般的小朋友是一樣 那你說剛像那個案例 他樸狀的原因是 他本來是仙間上面的一個狀態 出身就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透過手術來做改善嗎 對 所以就是 有的時候就是你 因為他以前那手都是這樣子嘛 我們都是抓抓抓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沒有感覺到 可是像我的話 有時候我就會拿一個貼紙給他 我看門診的時候 最喜歡就拿一個貼紙 就拿一個貼紙給小朋友 小朋友他就可能 他就看他怎麼拿 大部分小朋友的話 他可以這麼拿 可是有的小朋友 他就抓都就會不好 然後你就要看 他如果看得到東西 他就可以去抓 可以去捏 捏了之後 他可以從左手換右手 右手換左手 至少就是手部的協調動作 就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你就會看 他就可能抓過來之後 玩一玩之後就放嘴巴 那你就之後就要怎麼 然後就要抓出來 但是一張小貼紙 其實他就可以玩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觀察到 對 但是就是重點 其實我們剛才 從剛才看到現在 其實最重點是什麼 其實家長在旁邊陪著玩 對 有一些玩具的話 它有可能會被吞咬的 這個風險性 是 那你可能就陪著玩 或者帶他怎麼玩 是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要跟觀眾朋友講囉 陪寶寶玩玩具 親子更親密 好 那我們常講說 教養是父母親的責任 然後我們其實也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那如果你家裡有幫手的話 你都把這個責任交給他的話 其實你就錯過了這個時期了 當你想要跟寶寶玩的時候 或想要跟孩子玩的時候 他已經不理你了 好 這就可惜了 所以我們就要請主任告訴我們說 在親子遊戲的時候 父母親有沒有什麼 特別要注意的部分 其實就是玩具白白中 玩法其實也是千百種 OK 你不是說這個就是長頸鹿 你就說這是長頸鹿 你只是想 心裡面只想的是 這是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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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這個是書飛啊 這是什麼啊 然後他可能玩法其實可能 不是就只有這樣玩 他可能可以倒過來玩 你不能跟他說 我一定要這麼玩 就是不要一直用 我們要他玩的方式去玩 就他有他的方式 你如果只跟著老師的腳步走的話 你永遠就是 只能到老師所到的地方 那賈博士 他之所以會是賈博士 就是因為他也 都不按照老師的方式 對 沒錯 那也不按照他媽的方式 跟他胖了 他就會走到不一樣的路去 但是這時候就是 你如果說你可以鼓勵他 如果你是他媽媽 有自己的創意 對 你是鼓勵 你這個玩法也不錯 很好玩 爸爸媽媽都沒有想過 其實是很好的 不見得就是 一定要是跟你爸爸媽媽 一模一樣 比如說 第一個就是別剝奪孩子 獨自遊戲的權利 其實在小朋友 他在剛出生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自己在玩 那他這些 自己在玩的這些動作 他就在建構他的一些思想 一些認知 一些生活的經驗 所以你不要太去干涉他 你就讓他自己玩 小孩子本來他 遊戲就是他生活重心 那本來就是他的工作 你就讓他自己玩 那可是當時我們還要發現 如果說在 在需要幫忙的時候 這時候你不要秀錯旁觀 就是有的時候 像我們有的時候 就會看今天家長在講 他小朋友可能玩一個積木 或玩一個拼圖 那他拼圖 他可能就拼到一個地方 拼不出 他就拼不出來了 那這時候你如果說你也不管他 你就也不跟他互動 你就讓他自己去 他到那邊他永遠就拼不下去 之後他就不玩 他就不玩 他就沒有辦法再前進 挫折感 對 可是有時候 你只要小小的一點點協助 一點點引導 比如說你就是跟他講說 你就跟他說 你拼他玩到哪裡了 他就跟我說 我拼不下去 那你就跟他講說 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幫忙找 這邊突出來的有紅色的 那我們來找一個凹下去 也有紅色的 他就知道說拼圖 秘訣就是要 是 形狀跟顏色 他有方法 對 他有方法 他可能沒有去找到 那還有一種 父母親他不是不幫忙 他就父母親 他自己就把它拼完 他很急 就是這樣 就把它拼完了 你這樣抖不抖 抖不抖 所以也不要太過於 對 也不要太過於 只要給他一點點引導 是 他就會這樣起來 邁進一大步 對 另外不要就是 急吼著乾色寶寶 就像剛剛主任講的 像疊疊了 我們有發現有小孩疊疊了 這個說明書上 不是要這樣子交叉 像頸子一樣 這樣一直疊 疊疊到很高嗎 可是有小孩子 他不要跌 他把它排成火車 對 排成火車的軌道 你跟他說不對 這個就是要跌高 要跌高 看跌誰跌 最高比賽 不會倒 誰規定要這樣子玩 那個說明書上只是建議 所以你干涉的越多 或者是說你指導的越多 他的創造力就會越少 另外別以價值的取向 來衡量寶寶的遊戲 因為我們都會想說 我這個是要讓他視覺的 我這個是要訓練他的指導 英文單字 很有目的性的 我這是要讓你學走路的 那小孩子 他怎麼會想說 這個是要練手 這要練腳 他會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不要用自己的價值取向 然後就是 小朋友就是一定要按照你的模式去玩 他喜歡用什麼樣的方式玩 你就讓他去玩 他或許他就創造了不同的玩法 他有不同的思維 他想法會更豐富 另外就是別輕忽良好遊戲習慣的培養 這個很重要 像跟小朋友玩溜滑梯的時候 就要跟他講說 你現在溜滑梯這樣溜下來的話 你不能夠再往上爬 因為你這樣子別人要下來 這樣會很危險 而且他要有一個輪流 輪序的一些觀念 你要再從後面 要讓他有一個輪流的觀念 另外的話 比如說像一些比賽的 競賽的 像常常看到小朋友在玩那些 跳或玩牌 他發現他輸了 全部都一樣 全部都一樣 現在的這種小大王一大堆 而且家長翻盤了 沒有 家長常常帶個小孩 去遊戲場所 他就隔離全部的小孩說 你們現在全部都不玩 我們現在要先玩這個 這個現在是我們專屬要玩的溜滑梯 等他玩完了 其他人才能來 好多是 誰比你啊 對 不是 現在有一些家長會這樣 然後就是先管控 對 他就沒有一種合作有沒有 一些分享的一些觀念 所以從這些觀念 對 就像這樣這些 比賽的遊戲 就要跟他一些運動家的精神 生不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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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跟他學 就是要告訴他們說 其實社會上就是這樣 要互動 要互動 雅出一個小大王 社會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排隊 要互動 要等待 對 那如果你都把它清空 以後每個人都自己 他都以自己為中心 然後覺得別人全部都要讓他 對 現在好多小孩是這樣子 所以在國外圖書館 他們會就是 譬如說某一天就是 Story Day 就是那天就是可能 館裡面的人來講故事 但是另外有一天 可能就是玩具 玩具是 大家帶玩具來 然後大家分享 我家裡面這個好玩的東西 我可以跟你一起玩 就是大家 就是一個交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沒錯 要學會跟別人互動 然後分享 然後要學會就是等待 然後排隊 尤其是有一個小孩的 特別注意 因為家裡有 其他人就會搶了嘛 自己搶成一團 那一個的就是習慣 就是一個人 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在親子遊戲的時候 父母親要特別注意的 那家裡已經這麼多玩具了 最頭疼的就是 寶寶越來越大 玩具越來越多 已經快要淹沒你的家了 這個時候呢 要怎麼樣養成寶寶 自己會收玩具的習慣 你三 四歲的時候 這時候你想想看 他已經養成這些習慣了 那這時候你再教他去 收玩具 這時候對他來說是懲罰 他收嘛 他剝奪他看卡通的時間 他如果不收就被你罵 所以他收跟不收 都很困難 對 很危難 對 他都不要做